Lun Sang 原来 清 鸡蛋 大家好 我是Masa 这次介绍的料理原本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式料理 但是我没有要示范传统的 因为大家一定比我还清楚这一道用到什么食材才会叫麻婆豆腐嘛 所以这一次分享的影片的目标是 跟大家介绍有一点日式或者是应该要说和风洋食风格的麻婆豆腐 调味会比较日式然后装饭是比较日式的 那做法是很简单 好我们就开始做 好了所以这一次示范的话是跟上一次一样 就是做一个料理教室的样子吧 所以如果你觉得我讲话的部分太多 那你可以挑过你就直接看我做料理的画面就好了 这次我会用到的食材都是很简单 香菇这个是刚造香菇 已经泡过水的 所以已经变软了 好喽接下来我要切葱 那葱的话我的习惯是就是白色跟绿色 分开使用根的部分切掉 OK 打开这里吧 先切 关注... 这些东西一点 点 所以这边切这个蒜头的流程是大家就大概参考一下就好了 我是比较习惯这样子切末 那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子切有一点麻烦 那你可以就随便切一切也是可以 反正切到小片就可以的了 OK 接下来我要切豆腐 那这一次我会用这个比较软的 就是嫩豆腐 这个也是大家可以选自己习惯吃的 你要用拌豆腐比较硬的也是可以 切的豆腐的大小大概是这样 比较小块的 因为我要这个绞肉跟这个豆腐的大小不要差太多的 好 那现在就要开始加热 所以这一次我有加入两种油 一个是我通常做半炒料理时候用到的油 然后另外加入一点点的麻油 因为只有麻油加进去做半炒料理的话 我觉得麻油的味道太重了 开火咯 OK 蒜头是容易焦的 所以我这边还没到高温 我就马上把这些蒜头跟葱先加进去 我先让这个香味出来 就是现在已经闻到这个蒜头跟葱的香气味 太棒了 接下来我要把香菇放进去 接下来我要把这些食材移到前面 这个也是我常常会用的方式 就是不用麻烦东西倒出来 直接利用这个空间把其它食材继续加热 豬絞肉 絞肉放進去 讓它平均散開 然後平常我會加入黑胡椒 但是這次因為它是麻婆豆腐嘛 所以我要加入一個有一點麻麻的香料 花椒粉 我喜歡這個它的麻麻的香氣味 那如果沒有這個花椒粉的話 當然可以改成黑胡椒、白胡椒都可以 好嘍 有出來嗎?好像沒有耶 糟糕 等一下 有了 OK 差不多吧 所以我的習慣是加入肉片 不會馬上攪拌 你要讓它稍微上一點金黃色 那個時候它可以加上這個香氣味 可以預防出很多腥味 OK 現在就差不多了 我來開始 攪一攪 好 就可以看到漂亮的金黃色了 好 然後現在就可以跟它 其他的材料 剛剛在前面的 分在一起 這邊準備的是日式高湯 因為我要做一個日式口味的 所以 這個也是大家想要用什麼種類的高湯 都可以 好 現在就有開始滾了 我要加入其他的調味料 清酒 Sake 砂糖 鹽巴 醬油 然後這個是 豆瓣醬 它是辣的豆瓣醬 那如果沒有這個豆瓣醬的話 其實該用味噌也可以 然後這個辣的部分 你可以另外加入生辣椒 剛剛前面拌炒時候加進去 也是可以的 接下來是 它叫什麼 辣油 辣油 可以的 沒關係 等一下試吃就知道了 接下來 我要加入豆腐 輕輕 放進去 你要輕輕的樣子攪拌 我通常會用這個 這邊 湯匙的這個後面 這樣子 推 推的樣子 這樣子我覺得比較不會 切到豆腐 如果用這一面 這樣子攪拌的話 它比較容易 切到 那現在就可以加入 太白粉 那我這邊有 太白粉跟 水 水裡面加入 太白粉 這樣子均勻 攪一攪 那我來先 洗火 我的習慣是 鍋建之前 先洗火 因為鍋子裡面這個液體 溫度太高的話 把這個 太白粉水加進去 馬上開始 凝固起來 結果 看到很多地方 就是有一塊塊 就是借塊的 那我就 全倒 好 再開火 現在就 剛剛好 漂亮的 稠度 OK 這樣子就 麻婆豆腐的部分 已經完成了 就直接吃 直接丟在白飯上面吃 都很好吃 但是 這一次我要做 比較不一樣的變化 所以 這邊 先洗火 然後準備 另外一個東西 好了 現在就要開始準備 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 蛋皮 這一次的這個蛋薄飯的方式 是 就是比較簡單的方式 我沒有要做 像那個歐姆蛋 然後放在白飯上面 切開的 那個這個 太複雜了 如果你想要知道 怎麼做 其實我介紹過 很多種類的 蛋白飯的做法 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去看一下 所以這邊已經有準備起來 擺飯 我是放在中間的 OK 你可以把這個 蛋吃稍微 加進去 喔 差不多了 好了 那我就倒進去囉 OK 先這樣子攪一攪 OK 好 這樣子差不多了 很快 這樣子就不要再 繼續攪拌 稍微擠在 中間一點 這樣就好了 馬上 移到 白飯上面 蛋白飯的狀態 OK 漂亮了 好了 好 那現在終於可以 讓他們 啊 合在一起的 嘿嘿 好不累 剛剛 這邊沒有開 喔 喔 好行 OK 現在就 開到 油在滾的狀態 很好很好 好 好 OK OK 這樣子就有非常好吃的 麻布奥摩萊斯 完成啦 好 現在就要開始吃了 太太太美了 嗯 嗯 就是看到這個 黃色跟紅色 然後上面有一些綠色 就整個這個 顏色是非常的漂亮 當然 香味也是很棒 OK 好囉 那我來就趕快開始吃囉 嗯 從哪裡吃都一樣吧 好 來 Dewa Itadakimasu 嗯 嗯 太好吃快 分到了 因為我本身很愛吃這個 麻布豆腐 另外一個我愛吃的 就是這個 半熟的蛋 所以 這個料理就更好吃的 辣度 對我來講 就剛剛好 就是還是有一點微辣 但是沒有那麼的 好 好辣的 好囉 這次介紹的料理做法 非常的簡單 流程當中我講過幾次 這一道口味是比較日式 還是說我個人比較喜歡的口味 重點是像這一種原來中式的料理 也可以跟和風洋食結在一起 希望大家輕鬆享受料理的豐富變化 謝謝 多一點 頓 lista 全宜 你的豐富